此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T城要面对的是个什么人 虽然此时的小子鼠跟天佑打得难解难分 但很有可能是小子鼠属性相克天佑导致的 T城虽然跟天佑有一道巨大的鸿沟 但天佑毕竟是整个羽量级历史上的T0级别 T城怎么也算得上T1级别的英雄 而且自身具备柔属性加成 有可能他跟大帝也属性相克 肯定有不小的胜算 哪知道对面这位小子鼠 其实是一座伪装起来的巨大山峰 奥特亚生的相貌英俊 仪表堂堂 风度翩翩 跟美剧里的演员一样 而且他的身高臂展全虚爆了 他爆了个1米72 实际他的身高最少有1米78 臂展爆了个1米75 但是肉眼可见的 他的胳膊肘都已经到胯上了 他的肘肌距离特别长 僵尸也说自己不是183的臂展 他说自己有1米88的臂展 有可能在拼牛 但即使是183 奥特加的臂展也明显比他长不少 所以奥特加的臂展最少得有个1米85 身高臂展都少爆了7、8厘米 见过往高的虚报身高的 比如苏里兰小炮 他爆了个1米93 结果比铁血矮了半个头 这家伙吹牛逼吹过头了 一般多爆个两三厘米还能理解 回到奥特加 别看他长得风度翩翩 其实也是个偷袭普通人的惯犯 当年他跟僵尸有一场比赛 但是赛前没几天他退赛了 给僵尸弄得有点不爽 喷了他几句 当时是韩国歌手朴仔饭给僵尸翻译的 结果奥特加不喷僵尸 去喷这个翻译 他说僵尸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要么是朴仔饭瞎翻译 要么就是朴仔饭引导僵尸说的 僵尸肯定不会喷他 这就有点搞笑了 很多欧美的男人都特别喜欢僵尸 都对僵尸有一个光环的霸服加持 就觉得僵尸真是爷们 宁愿相信是翻译喷他 也不相信是僵尸喷他 僵尸这人确实是有点雄性魅力 其实奥特加的怀疑倒也不无道理 因为朴仔饭并不只是一个翻译 他也是僵尸公司的老板 僵尸的经纪人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奥特加觉得朴仔饭在炒作 破坏他和僵尸的感情 后来三个人在UFC看比赛的时候 奥特加趁僵尸尿顿 给了朴仔饭一个大逼斗 这个大逼斗在当年可是太道德败坏了 职业选手打普通人 奥特加觉得朴仔饭破坏了自己跟僵尸的感情 但其实朴仔饭还有另外一种身份 他不只是僵尸的翻译和老板 他还是僵尸的兄弟 朴仔饭开的是一个以歌手为主的娱乐公司 这个公司只有僵尸一个体育农员 不是僵尸选择了朴仔饭 而是朴仔饭选择了僵尸 他对僵尸的帮助几乎是无偿的义务劳动 不管是从财力还是人脉资源上的支持 朴仔饭都是亲尽全力的帮助他 而且他也不需要僵尸为他赚钱 因为他自己实在是太有钱了 韩国的K-POP偶像组合可能都没啥钱 因为他们都是公司包装出来的工业链产品 是公司赋予了他们价值 但是韩国这帮有名的黑泡歌手是真的有钱 他们属于创作者 原创作者都是自己写歌词编曲的 版权费是非常高的 这里面就涉及到版权问题 其实只要是创作类行业都是一样的 除了日常使用相关的歌曲要付费 其他模仿原创作者的歌词或者编曲风格 都是需要原创作者同意以后 售卖给对方版权 模仿者支付了相关的大额费用以后 才能进行整体的改编或者调整模仿 直接搬运或者自己改改编曲 模仿之后就完全无视创作者 这个是不合法的 当时自从傅兵一归来以后 就一直接受朴宰帆的帮助 朴宰帆对他来说几乎是最亲的兄弟了 奥特加这波求爱不成 恼羞成怒属于是有点尴尬了 后面两个人还是打了一场 将是没干过他 让他一个回旋轴给打得失忆了 赛后两个人还是一笑眠愁了 僵尸轻轻轻的还了他一个巴掌 回到奥特加与大帝的比赛 这是大帝首次光头形态 这也是有备而来 提前准备好了紫属荷兰头 更光滑更好逃脱绞技 本来之前的大帝一直都是有一头秀发的 这场比赛尝到甜头之后就一直踢光头了 大帝这时候的动作跟现在也一样 以前看他的时候就感觉像个小松鼠似的 一直跳来跳去的 现在看怎么感觉这么帅气呢 奥特加的速度完全跟不上 他本来速度就慢 像轻量级的选手 碰到除量级速度的大帝 他就跟开了0.5倍速似的 他之前踢光头打僵尸的时候 速度还挺快的 但是重新留了一头大长发 速度又慢下来了 两个人的发量此消避长 速度也完美契合了此消避长 被大帝的刺拳低扫 还有突进的后手点的没脾气 大帝的后手拳太快了 比其他人的刺拳还快 但是缺陷就是打不出重伤害 他的刺拳和后手拳命中率高 其实并不依赖于他的臂展 虽然他的臂展数据上有1米8 但是他的小四方块身体 占据了大部分数据 他的小端胳膊单独数据并不长 他主要还是依赖除量级的速度 来维持自己的刺拳打击 加上超强悍的体能 维持前进后撤的安全距离 正常情况下 出刺拳是很有可能被同时反击的 就像腿王打小黑那场一样 两个人刺拳互怼了半天 但是大帝的刺拳 对手就无法做出同时反击 主要原因就在于 大帝付出了别人的双倍体能 他用最短的臂展 打出最快速的刺拳 再用强悍的体能 维持近出的安全距离 也就是说大帝出的动作 可能是其他人的两倍 但是大帝打马哈的时候 刺拳还有低扫 这些动作就被完全封印了 因为大帝的体重升上来以后 自己的速度优势就被削弱了 而且他如果经常出刺拳 马哈还是反一下 正好一个前摆拳 打在他出刺拳的下巴上 如果低扫出的多 又容易被马哈截腿摔 所以大帝的两个强势打点武器 都被封印了 这次又是手术后的仓促节赛 不知道大帝还能不能打出 出人意料的表现 第一回合大帝的点数就超过不少 而且这场比赛他打得特别主动 一直压着挑战者打 可能是因为上场 跟田佑的二反战 判定争议很大 这次准备终结对手 第二回合还是维持着 第一回合的节奏 大帝越打越舒适 奥特加还是没有近地面 他挺有耐心 有摟抱的机会 还主动推开了 这也是想检验一下 自己的战力 检验时间有点过长 慢慢的被点了一连血 地扫也被扫得越来越狠 大帝的攻势蒙起来了 命中了这么多重拳 又命中一炮 突然搂着对手 克制住了自己 想中介对手的冲动 自数投是一个战术机器 太理智了 奥特加这个时候 居然还不选择近地面 分开继续挨打 这是想用自己的脸 消耗大帝的体能 抗击打枪也不能这么玩 大帝已经连赢两个回合了 比赛结束 两个人还在互相的喋喋不休 大家都以为有好戏看了 可能有冲突 结果是在互相夸赞 一三回合还不进地面吗 奥特加的答案是不进 他的拳头其实挺重 但是他根本就打不到吧 大帝的抗击打都没展现出来 只依靠速度和对距离的把控 就规避了所有的反击 大帝还在想 特意为你踢了个光头 这白左准备了 你也不进地面呀 结果马上就贡献了 全场最高光的时刻 漫不经心的踢了一脚 结果被接腿的同时 又吃了一拳 直接被推倒了 机会抓的也是真快呀 大帝小小的脑袋被勒得非常紫 当年看直播的时候 以为他没了呢 结果最近才知道 原来大帝的脑袋 本来就非常容易紫 被马哈拿背 勒下巴也是紫紫的 不过这么勒着也挺难受 意志力差点的可能就拍了 拼了命的倒腾小短腿 给自己雇用出了一点空间 逃出来了 而且马上就去做动作 一点也不歇着 先假装给半个后背 再雇用一下 把自己的胯撤出来 直接掏出其秤 这还不停 奥特加想做个打死脚 直接被大帝给揍起来了 大帝在上位也是毫不停歇 直接开始砸拳 体能太强悍了 其实这波对攻 大帝能逃出来 倒不是最高光 最高光的是 他经历了这么危险的时刻 居然刚逃出来 就一直拼命的想终结对手 这种意志品质 是非常难得的呀 他逃出来之后 做的这些 比他逃出来 这个断头台本身更有意义 砸了半天 又送了对手一个三角 又非常紧 非常难受 脑袋又紫了 轻轻暴露 像被一条大蟒蛇缠绕住了 但是危机关头 大帝突然想起来 不对呀 自己没有脖子呀 这个三角 他的腿肚子 搭在了自己的后脑勺子上 大腿的内侧 卡在了自己的下巴上 根本就没绞到他的脖子 不可能绞晕他 想通了的大帝 又很快就雇用出来了 这次想起来 自己没有脖子的事实 更加肆无忌惮的 砸击了几十秒 已经接近终结TQ了 回合结束 何博手上这假动作 挺有迷惑性 还以为终结比赛了呢 最后还是医生检查 同意奥特加继续比赛 何博又得继续下班 第四回合 奥特加终于想起来 主动爆摔了 为时已晚 虽然成功摔倒了 但是控不住 也锁不住 大帝还竖着大拇指示意 别担心 没长脖子 他没有地方锁 一会儿他就得撒开 果然又让大帝 轻松的拿到了上位 奥特加这次主动进地面 又吃饱了杂鸡 因为现在是比赛后期了 现在进地面 自己的体能本身就不够 两个人又都是一身汗 根本就没有锁机 和控制的施展空间 大帝都有点砸累了 主要是拳头都有点疼了 打人不像打沙袋 打沙袋 自己带着后拳套 沙袋里也有缓冲物 拳头没那么疼 现在带着薄薄的皮手套 直接往对手的脑袋上打 这么打四个回合 自己的拳头也疼了 还是站起来歇会儿吧 第五回合 大帝省着点打 奥特加的脑袋受得了 大帝的拳头都快受不了了 来个肘肌缓解一下吧 被撞到头了 奥特加也不休息休息 早点来个痛快吧 最后再拼三分钟 这三分钟 他反而比前面几个回合打得多好 可能是因为大帝的两个拳头太疼 使不上劲吧 但是他的小短腿 还是移动非常灵敏 帮他躲到了很多伤害 最后十秒钟吃到了不少重炮 尝尝滋味还可以 打了25分钟 不吃几个重拳也说不过去 比赛结果49比46 50比45 50比44 打第一致判定胜 又是三个裁判 散众完全不同的判法 这场比赛又是场面 随即拉来的观众打分啊